42岁的宋真宗喜迎太子出世 梅城下迎来的却是一只狸猫 狸猫换太子一案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具有其事 大宋迷案之狸猫换太子的真相 公元101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大宋后宫内传来特大喜剧 未来的皇位接班人太子诞生了 这让人到中年的宋真宗可以说是袭击而弃 因为在这个太子出世之前 他已经先后经受了丧失五个儿子的巨大悲痛 苦叛继承人的真宗终于苦尽甘来 看到了大宋未来的希望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亲眼看到这个新生儿的时候 竟然是一只剥了皮的狸猫 这就引出了宋朝历史上最为传奇的狸猫换太子迷案 文案的第一女主角就是宫女心计的刘飞 她为了登上皇后的宝座 把竞争对手李飞所生之词 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 污蔑李飞生下了妖孽 那么这个离奇的宫廷遗案究竟是真是假 历史上犁猫换太子的来容去脉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宋氏研究会会员 上海商学院李强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大宋迷案之 犁猫换太子的真相 犁猫换太子到底是怎么一个案情呢 按照这个三峡武艺的说法 他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宋真宗四十几岁 没有儿子 非常着急 恰在这个时候呢 他有两个妃子 一个是刘飞 一个是李飞 这两个妃子都怀孕了 那么宋真宗非常高兴 就和这两个妃子约定啊 说你们俩 谁先生了龙子 就让这个龙子呢 做太子 然后呢 你就做王后 这个竞赛方法 看起来是不太合理 不过呢 也大体公平 因为在古代啊 实行的是敌长子继承制 就算是太子吧 也有个先来后到啊 谁先生了儿子 谁的儿子当太子 这也符合古代的制度 然后呢 太子的母亲 当然应该是皇后了 这都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呢 这个刘飞 他虽然貌若桃花 但是呢 心若蛇险 他掐着指头一涮 哎呀不对 为什么 不对 根据他的计算来说 那这个李飞呢 他可能生在前头 这一来就对他很不利了 李飞比他年轻 如果李飞先生了儿子 李飞的儿子是太子 李飞做了皇后 那哪有什么刘飞转政的机会啊 所以刘飞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想个办法 确保我来做这个皇后 于是呢 他就找了一个太监 郭怀 然后呢 两个人就商量了 这个毒计 又串通了皇公中的接生婆 果然是李飞 果然是李飞先生了儿子 但是呢 他们就用一个剥了皮的狸猫 把李飞生下这个儿子给换掉了 那么宋正宗本来的心非常心高采烈的 哎 等着抱娃娃了 哎 等着抱娃娃了 可是没想到抱出来的是一个狸猫 是一个怪胎 他不仅是懊恼 而且是大怒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古代啊 无论古今中外 对这个怪胎是非常忌讳的 那个古希腊斯巴达 哎 这个城邦呢 如果生下来的小孩 如果有点什么残疾 或者是 即使是健全 没什么残疾 但是看起来病殃殃的 不是那么生龙活虎 也都丢掉 丢掉山崖底下 不养活 那在中国呢 如果谁家生了一个怪胎 通常人民会认为 哎呀 这家人上辈子没干好事 或者做了什么坏事 遭报应 所以大家对这个怪胎 是非常的不接受这个事情 所以宋真宗勃然大怒 那么李飞啊 也因此得罪了皇帝 被打入冷宫 那么刘飞换出来的这个太子 怎么处理了呢 这个太子哪去了呢 按照刘飞的计划 这个太子要杀掉 但是刘飞啊 虽然这个人比较坏 可是呢 他还没坏到那个份上 他比能武则天来说 还稍微强一点 立伤武则天 为了宫廷争斗 他们亲手杀死自己的女儿 但刘飞 他不急 他自己 虽然很坏 但是他自己下不了这个手 他让他的一个手下 让一个心腹宫女去干这坏事 他不干 让谁去干呢 一个叫寇朱的宫女 寇朱这个宫女呢 虽然是刘飞的心腹 是坏人的手下 但这个人心地不坏 他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女青年 结果呢 他一看 哎呀 这个主子让他去杀这个小孩 他下不了手 接下来这个过程就很复杂 简单说吧 这个小孩没死 那么被寇朱救了 然后运动到哪里去了呢 运动到宫外 到了八仙王家里 做了八仙王的养子 虽然说从小没爹没妈 亲爹亲妈不在身边 可这个养子生活的还是不错 在八仙王府上嘛 而且至少过得比他妈过得好 再说呢 刘飞这一头 他用了阴谋诡计 把人家的孩子给换走 而且也以为是被杀掉了 把那个小孩杀掉了 过了几天呢 他也真生下一个儿子 他如愿以偿的 让自己的儿子当了太子 然后呢 自己也理所当然了 当了皇后 可以说他的愿望实现 可是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几末尾 刘飞做了这么多坏事 那么总有一天 受到报应 他自己这个小孩 长到六岁的时候 哎 夭折了 那没办法 这个时候宋真宗 已经快五十岁了 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 这又死掉了 非常难过 非常悲痛 可是你再悲痛 也没办法 在皇宫里 你得解决 继承人的问题啊 你光悲痛没用 所以说 宋真宗看看 自己是指望不得了 快五十岁了 现生也来不及了 怎么办啊 按照惯例 从自己兄弟家里 过几个孩子 这种情况 在宋朝发生过几次 惯例都是这样的 自己的孩子 没有 那么从兄弟家 过几一个孩子 那过几谁呢 过几就是他八先王 一个小孩 正好六岁了 看着聪明伶俐 也不错 宋真宗一眼就喜欢上了 就他了 就把八先王这个小孩 过几到宫里来 当自己的儿子 这个小孩是谁呢 他实际上就是 宋真宗自己的亲儿子 是李飞生的那个儿子 当年被寇朱等人 送到宫外 去保护起来的这个儿子 所以说 你看 这个刘飞 忙活了半天 最终呢 还是 让人家李飞的儿子 做了太子 所以有句话说的 命中若有 终须有啊 命中若无 莫强求 你坏事做了一箩筐 最终 竹篮打水 一场空 太子的位子 该是谁的 就是谁的 再说那个李飞呢 因为 虽然被打入冷宫 但是不断的受到这个刘飞的迫害 最后流落民间 从此流落民间了 然后呢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碰到了大宋第一神探 包青天 然后包青天呢 替他伸张正义 然后呢 他和这个 他的儿子 当时已经做了皇帝了 和儿子相认 然后 这样一个故事 就有一个完满的大结局 这是全本的 礼貌幻太子戏 本来是一个勾心斗角的宫廷争斗 是以悲剧开头 但是以喜剧收场 所有的好人 都有了好报 所有的坏人 都得到了惩罚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黎毛幻太子 这么一个离奇古怪的案子 在大宋的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 这到底是出自民间艺人的想象 还是确有其事 敬请关注 毛幻太子遗事 除了记录三峡五意外 众多戏剧中 也都扮演了这个一案 黎毛幻太子 也成为大宋第一审探包青的标志性案件 包公最辉煌的业绩 就是审理了黎毛幻太子这个案件 替宋仁宗找回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然而这些都是戏剧和野史中的说法 正式里并没有记载 那么黎毛幻太子 是不是纯熟自居乌有呢 我们翻阅宋史啊 会发现这个黎毛幻太子的案子 他真不是捕风着影 他真的是有历史的原型在 首先这个太子是谁呢 这个太子就是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宋仁宗的生母也真是姓李 而且当时也确实有一个刘太后 刘太后呢 不是宋仁宗的生母 但是她一直以宋仁宗的生母自居 可以说在刘太后去世之前 宋仁宗不知道自己的生母 还另有其人 她一直以为刘太后就是她妈妈 而且呢 也确实有八仙 八王此人 但是不是八仙王 八王赵元也 是宋仁宗的弟弟 这个人呢 也是非常智慧 非常聪明一个人 但是大家知道 宋仁宗此人 他的统治生涯后期啊 他在搞什么 搞天书政治 整天装神弄鬼 到最后宋仁宗自己 又有点老年痴呆 就是什么事也搞不清楚 人也认不清楚 稀里糊涂 不能当皇帝了 坐着皇帝的位子 但是不能办事情 那谁来代替他行使皇帝的职能呢 他的妻子 就是刘皇后 当时是皇后 那么 刘皇后主政 然后后来过了几年 宋仁宗死了 宋仁宗的儿子 就送仁宗了 小皇帝 来当皇帝 刘皇后呢 就成了刘太后 她就在那垂帘听政 这时候 虽然这个刘太后 没有当皇帝 可是她和皇帝 一般无二 发布命令 这个出去的这个排场 仪仗 和皇帝一般无二 所以刘太后 她就特别害怕 她这个小叔子 八王 赵元炎 会来抢夺她的权力 或是怎么样 所以刘太后 非常忌讳这个八王 刘太后主政的时候 把这个八王 打压得很厉害 八王没办法 在家里闭门不出 什么事也不做 什么话也不说 一直是非常非常低调 所以刘太后一死呢 八王立马就活跃出来了 这个八王 本来啊 他也不叫什么八王 他就是因为是排行第八 而且呢 在民间 因为他是宋仁宗的叔叔 地位高 非常具有威信 所以民间呢 也特别喜欢这个八王 亲切地称他为八大王 当时宋代是这样的 这个八大王 因为他这个威信很高 如果老百姓家里 那个小孩 往上闹腾 不睡觉 不吃饭 那么父母往往是这样说 老实点啊 再也不老实 八大王就来了 说明这个八王在民间还是有一定的地位 有一定声誉的 所以说等刘太后过世之后 八王重新跳出来了 他要施展施展自己的政治魅力了 所以他得到一个机会 就给这个当时的皇帝宋仁宗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这话虽然简简简单单的两句话 但这话很有杀伤力 首先告诉宋仁宗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 你二十几岁了 你一直喊娘那个人 他其实不是你的娘 你的亲娘是李臣妃 而不是刘太后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 李臣妃怎么死的 死以非命 他不是正常死亡 虽然八大王没有说刘太后是凶手 但是他暗示着刘太后 有可能就是杀李臣妃的凶手 你想想李臣妃在皇宫里 谁敢动他 除了这个太后 谁敢让李臣妃死以非命 所以说八大王这两句话 就是这么两个意思 按照八大王的说法 宋仁宗的生母李臣妃 是被刘太后送杀 那么历史上的刘太后 究竟是何许人 她真的能够做出 这种杀人灭口的事吗 李毛换太子一案 并非孔雪来风 刘妃和李妃都是有缘形的 刘妃就是以垂帘经正 而闻名于后世的刘太后 李妃就是宋仁宗的生母李臣妃 根据宋史记载 刘太后抢了李臣妃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 这是毫无疑问的 面对独子之恨 李臣妃与刘太后之间 应该说是水火不容 那么拥有生杀大权的刘太后 为了隐瞒真相 会不会杀死李臣妃来灭口呢 刘太后不敢能杀李臣妃 为什么 首先呢李臣妃啊 说起来她是刘太后的人 李臣妃在皇宫里地位非常低 她最初是什么 她是刘太后 当时还没做太后 也没做皇后 是刘妃 她是这个刘妃 手下一个丫鬟 穷人家的儿女 没办法生活下去了 送到皇宫里 做丫鬟 那么我们知道宋朝的皇帝 她这个后宫队伍 她有严格的等级制度 所以说作为这个刘太后的丫鬟 如果没有她的主子 就是刘太后 在里边穿针引线 这个李臣妃不可能搭上这个宋真宗这棵大树 更不可能有机会还给宋真宗生了儿子 我们知道刘太后这个人非常聪明 也非常美丽的一个女性 但她就是有一个问题 她不能生育 至于她心口永远的痛 她没法有自己的儿子 所以说她就创造机会 等到宋真宗到自己宫里来的时候 把自己这个丫鬟 李氏 推荐给宋真宗 那么一来二往 这个李氏 就生下了这个儿子 按照过去的这种制度 这个丫鬟 或者这个地位低的人 生了孩子 过去给自己的主子 对李臣妃来说 是可以接受是件好事 对这孩子来说 他的身份就高了 出身就高了 也是件好事 第二呢 刘太后不可能杀李臣妃 为什么 没有作案动机啊 刘太后如果杀李臣妃 只有一个动机 就是不让别人知道 这个太子目前是皇帝了 是李臣妃生的 但是他要杀 他早杀呀 他当时就可以把李臣妃杀掉 或者是当时没杀掉 我们知道刘太后 他自己做了十几年 十多年 事实上的女皇帝 他完全可以有机会 把李臣妃干掉 但是呢 他没有这样做 而只有在这个 孩子也长大了 而且满朝大臣 有不少人提意见说 刘太后 你不能做女皇帝了 你得把这个皇位 这个亲政权 要交给儿子 这时候对刘太后 实际上是不利的 那么在这个时间 来选择杀李臣妃 这个时机选得太差了 绝对不可能 刘太后是北宋第一政治女强人 她不会做这种傻事 她没有这个动机 然后呢 第三点 刘太后啊 实际上对这个李臣妃 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知道 李臣妃是怎么进的宫 她是她家里穷 养不下去了 进了宫 大家知道 古代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侯门一入深思海啊 就说你嫁到这个豪门里面 你和这个原来的生活就隔绝了 和原来的亲戚啊 哪怕你有什么初恋情的 这全都隔绝了 找不到的 这个刘太后 如果想封杀李臣妃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什么也不用做 什么也不用管 让她自身自灭 好了 但是没有 刘太后呢 觉得 哎呀 这个李氏呢 毕竟跟自己这么多年 而且把儿子过去给我自己 那么我总得做点事来帮帮他呢 然后刘太后就安排自己 最信得过的一个人 去找李臣妃的娘家人 因为李臣妃生了皇子了 虽然别人 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事 刘太后知道啊 这样她的皇 她的娘家的人 应该提供一下地位啊 但是李臣妃的这娘家人 因为都穷了 破落了 找不着了 只有一个弟弟叫李永和 天南地北的到处打工 找也找不见 那当时刘太后派的谁去找呢 这个最信任的人叫刘美 名义上是刘太后的娘家哥哥 刘美 实际上博士 实际上是刘太后的前夫 我们知道刘太后嫁给皇帝之前 他是有前夫的 这前夫呢叫龚美 本来是这样 后来他们俩这个刘太后 在跟了宋真宗之后呢 这个刘太后自己出身也很贫贱 也没有什么娘家人 早都不见了 那这不好啊 他总要找一个娘家人 替自己壮壮生事啊 他就说这个前夫啊 干脆你也别做前夫了 做娘家哥哥吧 改姓刘 那么他这个娘家哥哥是这么来的 不无论怎么说 这个娘家哥哥是他的心腹 然后这个人办事也确实很扎实 很靠谱 所以说他就这个刘太后的娘家哥哥 奔了命的天南地北去找 找这个李秦菲的娘家弟弟 还真被他找着了 在一个建筑工地上 这个李永和 这个穷小子 没吃没喝点 打工 非常穷 那被找到了 问问你姐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几岁进的工 一看靠谱就是他 然后李永和被这个刘太后提拔成这个皇帝身边的近视啊 高级公务员 一下子一个穷小子变成有钱人了 所以说这些事啊 李臣飞都非常感激刘太后了 刘太后对这个李臣飞照顾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刘太后怎么可能来杀李臣飞啊 你要是为了灭口的话 你杀了李臣飞 你还得杀李臣飞的弟弟啊 弟弟也知道这个事啊 你杀了李臣飞的弟弟 你还得杀刘美啊 刘美还有手下替他干活了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 无底洞杀不完 刘太后不会这么愚蠢 她不会在这件事上 因为为了要灭口 杀这个李臣飞 在李毛幻太子这个传说中 刘太后被描述成一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和唐朝的武则天有一比 然而通过李强老师的分析可以看出 刘太后对李臣飞是照顾有加 还算是宽厚仁慈 然而李臣飞的突然死亡 又把她再次推向了人生的风口浪尖 这个李臣飞呢 她倒真的是自己病死了 死的时候是46岁 这个年龄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大的 可是放到宋朝是个很正常的年龄 很正常的年龄 所以说李臣飞去世了 去世了呢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马上就提到了刘太后面前 什么问题 你到底以什么样的规格 来给李臣飞举办葬礼 那么按照刘太后的想法 她自己这个心理小想法啊 把这个事还要买 不能以皇帝母亲的身份去办葬礼 那么还要以一个普通的工人 普通的工女 工中人的身份去办葬礼 她怕什么呢 你这样一办 现在这个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 她万一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那怎么办 所以说她不想大操大办此事 悄悄的把李臣飞抬出去 埋了就算了 刘太后呢 这是她心中的小算盘 她一决定好了 就打算马上实行 把李臣飞抬出去 但是她没想到 这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反对 这个人是谁呢 大宋的宰相吕一杰 这个吕一杰呢 她就跑到这个皇宫里 给这个刘太后提一件 说这样干 说不行的 听说你皇宫里死了一个妃子 听说你要草草的埋葬 此事不妥 然后这个刘太后呢 她越怕这种事吧 越藏着掖着的 没想到人家还偏要揪住这种事不放 哪户不开 踢哪户 所以刘太后一听 这个宰相对她说这个事 她马上的反应非常激烈 那么她是怎么反应的呢 说上是这样写的 太后拒饮地提 有庆 大家知道刘太后她是垂帘听政 什么是垂帘听政呢 就是皇帝坐在前面 前面是皇帝的宝座 皇帝宝座后面有一个帘子 然后主政的太后坐在这个帘子后面 所以这个宰相来汇报工作 名义上不是给刘太后汇报 还是对着皇帝说的 但是皇帝 你不能表达意见 你只能在当一个木偶一样的 坐着不动 然后太后从她身后发言 所以说这个形象有点像傀儡戏 所以人家说这皇帝是傀儡皇帝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既然这个吕玉简 向这个皇帝来说了 宫中的这个人不能这么草草埋葬 那帘子后边的这个刘太后 本来按照理质 她是不能直接去面对大臣的 但现在她不管了 她哗地从这个椅子上跳起来 帘子扒拉开 过来拉着这个儿子的手 宋仁宗啊也二十多岁了 拉着手就走 为什么 因为宋仁宗已经成年了 她不是说一窍不通啊 说个什么事 她会懂的 所以刘太后特别害怕 宋仁宗知道了这件事 所以先把宋仁一把拉走 过来一会儿 刘太后才回来 回来呢心里也平静一下 也想想 哎呦刚才有点失态了啊 这个事情不对 不好 在这个大宋朝 我是老板 我受了算 我怕什么 所以说她就回来了 重新面对这个宰相 她说你这个宰相啊 天下大事这么多 你为我们宫中这点小事干什么呢 啊 这实际上是暗示 这个吕仪姐 我们这个事你别管了 这是我们的家务事 可是这个吕仪姐呢 偏偏不吃这一套 她说我是大宋宰相 不管你宫内的事 还是宫外的事 我都该管 说白了吧 李臣飞这个葬礼 到底怎么办 必须得过我这一关 所以说 哎呀 这下子 刘太后一看 这小子顶板啊 谁把你提拔了宰相 居然该 现在跟我这么叫板 实际上 吕仪姐 为什么这么干呢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事啊 刘太后 不是宋仁宗的母亲 这个事在皇宫里 在这高级官员 一定圈子里 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把宋仁宗的生母 就这样草草的埋葬 将来啊 刘太后死了 拍拍屁股 升天了 没事 找不到刘太后的麻烦 可是皇帝知道这个事 他要找宰相的麻烦 要找官员的麻烦 更个有原因是 这个皇帝的生母去世 你用这么草草的葬礼 把他埋了 你对历史没法交代啊 所以吕仪姐很坚持 那么刘太后就非常的废怒 那么说你难道是想挑拨离间吗 让我们母子适合吗 所以说吕仪姐这时候 他就施展了他的劝说艺术 他抓住这个中老年妇女的心理 觉得他最担心的什么 担心他的身后事 他说啊 太后啊 你要是不考虑你的娘家人 你爱咋地咋地 你想怎么埋都可以 你大凡考虑一下你娘家人今后的出路 我劝你 还是把李晨飞好好的埋 实际上 刘太后她是个明白人 她就是在这个对待儿子这件事上 她有点强迫症 明知道不对 她也要这样做 没办法 因为她就怕失去 没想到吕仪姐一语点破梦中人 她说是啊 将来我去世了 那么不可能 这个儿子不知道生母是谁 别人肯定会告诉他呀 那怎么办 我是没事了 我去世了 那我娘家的人 不管真娘家 假娘家 这些流美啊 什么侄子啊 这些人 肯定要倒霉啊 所以想想 还是 算了算了 听你宰相的话吧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吕仪姐此人啊 在历史上 地位并不怎么样 特别是 他是那个 范中烟的头号政敌 所以说 他一生的政治啊 可取之处不多 但这件事确实办得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然后李玉姐呢 就把这个李晨妃 以皇后的 皇太后的这种规格去埋葬了 然后呢 把他的棺木里灌上水银 这样保证身体不坏 所以说 是这样一回事 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 宋仁宗的生母李晨妃 并没有受到刘太后的迫害 更没有流落到民间 而且最终以皇太后的身份 风光下葬 李毛幻太子只不过是个传说 那么 一个深藏后宫的隐秘世界 怎么会公主于众 并被老百姓敷衍成为 李毛幻太子的传说呢 李毛又是如何成为 这个事件的主角 大宋第一神探包装 又为什么被请来断案呢 那这个宋仁宗呢 这个人很有意思 在宋朝的皇帝里边 这个宋仁宗 我给他一个称号是 超级灾难 从来不出皇宫 很少出皇宫 他一辈子的足迹 没有出过开封城 偶尔出几次皇宫 就求神 求神 去到庙里拜一拜 大部分时间在皇宫里 而且当时呢 刘太后是主政的 所以说这个宋仁宗 他的信息渠道是很闭塞的 那么现在呢 八大王 出来说 李臣飞是被杀害的 死于飞命 那这个宋仁宗啊 他就非常气费 又气又急又怒 怒的是 自己喊了二十多年的 这个亲娘也太坏了 所以在又气又急之下 他采取了两个 极不理智的决策 什么决策呢 第一 派进兵 包围 刘福 说起来是他舅舅家了 但现在事实上明 不是亲舅舅 那 包围刘福 第二 他就亲自到这个 放着他 生母李臣飞的 这个洪福院 去去拜祭 拜祭倒没什么问题 关键是他不该 开关 验尸 这是非常 失礼的一件事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做也就做了 宋仁宗 把他生母的 官 官幕 打开 打开一看 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李臣飞 躺在这个官幕里 是 玉色如生 贯服 如 光太后 这个脸色啊 和生人一样 而且 穿的衣服 是 黄太后的那种衣服 就以黄太后的规格下葬 所以这一来就说明 生母 不会是被害死 你毒死的也好 杀死的也好 他不会面色如玉啊 就是说 他是健康的 不会是害死的啊 所以 这个宋仁宗 当时感叹了一句 他怎么说的呢 人言 岂可幸灾 三人成虎啊 说的多了 就要信了 而且是自己的叔叔 来这样说 是刘太后杀了他生母 但是 经过他亲自的勘验 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说人言 是不可信的 然后呢 这个 就把这个 包围 他舅舅家的那些 进兵 都收回来了 可是问题是这样啊 谣言 他不会像进兵那样 你发出去就发出去 你收回来就收回来 老百姓不 不懂这一个 所以说 你在京城里 你看 又是这个部队 呼呼呼的 把这个太后娘家包围起来 又是把这个 李臣飞的 棺木 开棺验尸 所以非常高调 搞得这个 整个 变凉成 沸沸扬扬的 所以老百姓 他就 去演绎一些事情了 本来嘛 刘太后 主政十多年 中国传统啊 对这个 女后主政 是不认可的 民间啊 是不接受这个事情了 所以刘太后一死 本来就有很多 不满的情绪 在接这样一个事件 集中爆发 大家都纷纷说 这个刘太后 都那么坏 都那么的把李臣飞给害死了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可是呢 谣言已经无法控制 散向全国 所以说 这故事啊 不同的版本 越传越神 等到元代的时候 李猫 幻太子 这个故事 已经搬到了戏台之上 已经在这舞台上扳演了 事实上呢 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这个 李猫幻太子的真相 不过 我们话又说回来了 我们刚才 把这个 从宋史上 把李猫幻太子的 这些人人物物的关系 理一遍 大体是清楚的 可是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忽视了没有 所以注意到 在这个历史上 只有刘太后 把这个人家的儿子 接过来当自己儿子 这样一个事实 或者是抢过来 当自己儿子 但是没有 李猫啊 这个猫 是从哪来的 那么 考虑到这个 结合一些资料 我是这样认为 这个问题 实际上呢 这个猫咪啊 它在中国民间 传统 它就 对它 印象不好 因为猫这个动物很高 和人 不是很亲密的 它和人是保持距离的 它总是一个人坐在 一个猫坐在旁边 好像是满腹心事 好像在谋化了什么 而且民间也有狗中猫尖 这个说法 所以说 把猫当作宫廷斗争 宫廷耍阴谋 耍诡计的这样一个道具 它是具有这个文化背景 是可以的 第二呢 当时 有一个顿皇义经 这个经叫 佛说孝顺子 修行称佛经 在这个经里啊 就有一个故事 就是猫唤太子 这个故事的原产店 是印度 不是中国 但是佛经 在民间流传很广 佛经故事 民间流传很广 所以说 大家都知道 佛教里有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在结合着 刘太后啊 李承飞这些事 结合到一起 把它组合一下 拿了佛经的故事 把它放到 这个本土的民间故事里来 另外呢 这个猫 大家不知有没有注意到 特别是这个小儿 和这猫还真有一些相似之处 特别是还有一种病叫 猫叫综合症 所以说 这个病的症状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小孩哭起来 跟猫叫一样 虽然发病率很低 但是也并不罕见 所以说 正是因为在外形上 在叫声上 或许 这婴儿和猫咪之间 有若干联系 所以呢 这个民间艺人啊 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 把这个猫咪 夹到了狼猫 幻太子 这个故事当中 另外呢 从这个宋元以来啊 包青天 非常有市场 虽然 狼猫幻太子 这个案子发生时 这个包青天 包整 他独在朝中 这个案子 不可能是他办的 但是呢 这些民间艺人 还是要把这个包青天 加到这个故事里 这样 这个故事 会更加卖座 就好像现在 这些大导演 拍个电影 找一些明星 不管有用没用的 在这个电影里 走个锅场 在这个电影里 露一下脸 提高一下票房 实际上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 那 黎毛幻太子 怎么形成 这个故事 历史真相 和他形成的 一些原因 今天讲座到这里 对不起 对不起